歡迎回來新台派上線 今晚的節目沒有極限 今天在立法院開了所謂的公聽會 公聽會其實坦白講敬畏分明 支持國民黨主張的就非常多的學者 講說罷免本來就該提高 甚至我還看到一個學者 我聽他講話我差點昏倒 那個學者說他甚至認為 不應該罷免立委 我真的是當場昏暈 對不對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那當然啊 如果支持維持現狀 就是罷免門檻不要提高 有非常非常多人嗎 幫忙姿姐老師啊 幫忙3Q 3Q在我們現場 3Q其實今天講話 我有認真提 而且我是聽Live的 剛好就聽到了 3Q說一個大宅問 他說很簡單嘛 你們一直下來一直講說 罷免的門檻要提高 提高到什麼程度呢 至少比他得票多一票 可是你忘了嗎 當時不管是立委的投票 或是市長投票 或是縣市首長投票 他都是大選的投票 以立委為例 他是跟總統一起投 所以呢 我們一般看 立委得票率 大概都70% 75%左右 可是罷免 我特別請諸位單位找出來 陳柏惟的投票率 走51% 黃捷41% 王浩宇28% 韓國瑜42% 黃國昌27% 你根本不可能用二三十八的投票率 去要求這個罷免同意票數超過70%的得票率嘛 所以3Q你今天也到了現場 你到底持什麼意見 國民黨從二月一號改朝換代進入國會之後 一直到現在啊 我總結三句話 吹車 手前 氣關西 吹車 什麼都要 可以插嘴嗎 可以插嘴 啊這個也不只是國民黨啦 國眾 藍白啦 藍白 傅崑奇 花東三法 中國製造離島條例 說得整個都是啦 啊手前是什麼 什麼東西那邊都要摸一下嘛 行政院的權利你要摸一下 這個叫秒釋質詢嘛 對 監察院調查權摸一下 司法院調查機關摸一下 總統質詢國情報告摸一下 現在呢 就直接升到人民的口袋裡面 要把罷免票抽出來嘛 是更好罷免還是更難罷免 所以大概現在有兩個方向 一個中軸 中軸就是說 我們把門檻提高 橫軸呢 就是我們把連署方法加困難 所以不管是柯文哲 還有國民黨還有誰誰誰 我們就看他到底是增加難度 還是減少難度嘛 那但是現在去修這個東西 他會有一個過去的歷史背景 就是你用這個標準 啊傷害了誰嘛 傷害了你而已 只有你被傷害了 你不能修一個法 然後把我復活 我已經死掉了 我要怎麼復活 因為這些人包含什麼 韓國瑜 陳柏惟 黃捷 這些人都沒有超過 只有你就是罷不掉的 你還是罷不掉嘛 像韓國瑜他還是會罷掉嘛 只有一個會死而復生的那個就是 啊不然你們較嚴寬忍現在退一退 對 那我就不現實 所以當他們在講說 我要把罷免門檻拉到這個投票門檻的時候 其實這是一個很吊詭的情況 就是那個數字是大家自己拚的 就你要拿什麼數字來比對 是他們自己決定的 比如說為什麼要這樣子講 我說罷免票數要比當選票數高 韓國瑜就是這個例子啊 韓國瑜為什麼沒有來參加公聽會 當初罷免我領先人是誰 宣稱要罷免我的帶頭的是誰 是江啟成耶 江啟成也應該來公聽會 江啟成跟韓國瑜一個院長一個副院長 他們兩個剛好正反方辯論 是 看是要提高還是降低 因為韓國瑜他的罷免票 確實超過他的得票了 對不對 所以韓國瑜不管用國民黨的標準 還是下一標準他都會被罷免 然後江啟成用這個現行的標準 寬鬆的標準罷免你 所以他們兩個應該要先進行一場 立法院的大辯論 正反方對決 他們一個質詢一個背詢 講錯的就藐視國會 剛好兩個都是立法委員 那還有一個應該要來沒來的 那個叫顏寬恒 問他爽不爽 我們就看他們現在在修 你如果覺得他現在修得好 你應該要為過去的事情懺悔 如果覺得現在修得不好 那你就應該要這個跟國民黨講 跟現在的國民黨講說 不要求錯誤的法案 確實 所以我自己這個 我後來我其實昨天晚上弄到很晚 所以我現在頭暈暈的 他頭痛 我寫了很多版本 有那種張牙五爪版的 就是要那個遍地烽火 然後適合遍 你竟然會寫稿 稍微有寫 那麼久沒去立法院 緊張了 認真一點 弄到天都亮了 是 然後我後來用了一個比較溫和的版本 我的問題是在這裡 就是說 如何讓罷免不被妖魔化 如何讓罷免是一個民主程序的過程 你創制覆決這四個字聽起來就不危險 是 你怎麼選舉罷免聽起來 罷免是妖魔化的東西 不能快快樂樂的罷免 平平安安的回家 所以我那個時候就提出一個是 罷免會變成仇恨動員 是因為罷免方有邪念 對 罷免方有邪念 其實呼應林志傑老師 他待會晚一點可能會講的 就是你罷免理由亂邪 你為了圓一個謊 你後面要說更多的謊 你要罷免一個人 你的理由不正當的時候 開始瞎編故事 連聖文辦公室說 我財產來源不明 袁寬恒說我的兄弟 開口很重 我的 等一下 言寬而勇烈指責你 嚇你貴靠太重 還寫在臉書啊 寫在臉 對啊 我的不知名高中同學說 我以前打籃球會說垃圾話 請問這三件事情 跟我當立委有什麼關係 沒有前女友已經不錯了 對啊 欸至少沒有人說什麼前男友爆料 Nate衣服會丟地上 重點不在Nate 重點在前男友嘛 沒錯 他是在嗆留言 他是在嗆留言 你不要再亂講了 我亂講 因為我的邏輯是這樣子 因為一般衣服店不會丟在地上 總之今天這個 今天我在宮廷會最主要發言的內容 大概有四點 第一個叫做理由不正當未經審查 什麼都不會說 他們說我叫欺負選民 他說我追打吳怡丁 吳怡丁當時是拿那個 因為他們在對決 拿那個寶特瓶在後面K蔡依宇 蔡依宇前面不知道是洪夢凱還是誰在對決 他在後面拖K 我說不要那麼小人好不好 然後這樣子被他的助理拍起來說我叫追打吳怡丁 這個就畫面殺人 然後之前他有說我沒有當兵 我是有當兵的 再講一次我有當兵的 結果說我沒當兵的那個人在幹嘛呢 前一陣子啊 因為這個強吻藍營的議員啊 被告到現在不知道跑哪裡去啊 你說朱學恆 我忘記他的名字 一直一直不是很有印象 所以他們的那個罷免理由 還有說我證件跳票 跟葉元智的辯論方式一樣啊 葉元智說我才當一年 我都還沒當完 你怎麼知道我跳票 所以他們的理由不正當第一個 第二個是錯假連署嘛 就是我們一直在討論的 從16%到30% 最扯的是高敏林的75.79% 那第四個是募款 大家都知道我的對手財力雄齁 我的選區兩百多個看板都是我 結果被罷免方不得成立 政治現金專戶 李正濤要支持我 他要自己自濤藥包 拿個兩千塊去買咖啡 請我們幕僚喝 林濤應該不會 對齁 你今天沒有帶兩千塊買咖啡來 我故意不小心自己Q到 你忘記 上禮拜的兩千塊 下禮拜下次再給你 然後如果有人要支持我 你幫我買一萬支扇子來發 你幫我印十萬那個文獻來發 我不能募款 罷免方沒有政治現金的限制 就大家愛怎麼玩怎麼玩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你也支持修 可是修不是這麼粗暴說把門檻提高 比如說你可以讓被罷免方開政治現金專戶 比如說給被罷免方多一點時間準備 然後被罷免方都不希望理由亂寫 比如說我隨便寫個什麼謝國良禿頭 這不行對不對 八字太輕 八字太輕 就是衣著太差 對 你不能亂寫 不行 所以說你其實你也認為你的提案可以修 只是他要修的時候要保護雙方 不是單純把門檻提高而已 你罷免完我之後你的目的是 他說我是美國什麼 因為我進口美豬嘛 那你江啟成韓國瑜現在政府院長 把他修回來啊 國民黨提案把他修回來啊 對 他們沒有他就那個都是藉口嘛 那個都只是為了為了罷額罷 他們可能覺得啊就有一年很無聊 不然我罷一罷就來恥 所以對我來講很簡單 罷免不要妖魔化 罷免可以快快樂樂 罷免他應該要在這個過程裡面 把不公平的過這個制度給擬平 然後我們正面的面對罷免 被罷免方也可以好好的闡述 他對立委工作的這個負責跟認真 那這樣子才是一個真正的修正制度 你把門檻拉高啊真的需要被罷免的人 或者是想要罷免人家的人 怨氣結帝心來 哪有民主深化 所以我們在想的其實是長遠的台灣 而不是只是一時的義氣之爭而已 非常謝謝三句 那我想問沛一 狀況是這樣 因為明天就要決戰了嘛 對不對 明天內政委員會就要去做這個提案的處理 第一件事你們有沒有預判會發生什麼事情 因為今天獨家說高金蘇美可能直接沒收討論 在大院裡面提案禁負惡毒 這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情是國民黨現在都在說 為什麼要處理這件事情 原因很簡單 因為都亂連署 過去亂連署第一名就是國民黨 比如說罷免 我們之前講三大公投 你看喔 連署人數49萬 符合規定31萬 不符合規定18萬 這等於是將近30%都是不符合規定喔 裡面有什麼死人的啦 錯誤的啊 從籤的啊 造假這都不談 高敏寧這件事最扯 罷免高敏寧補見未過 連署宣告失敗 為什麼呢 因為他第一階段給的錯誤率是36.3% 所以國民黨還是真正的罷免連署錯誤大戶 他們現在說不行 我要休選辦法 你怎麼看 國民黨就是錯假資料的專業戶 其實因為今天3Q陳柏惟回到立法院 我在看他出席公聽會的時候 看到眼眶紅紅 有啊 真的啦 差點要哭出來 因為3Q是我兄弟 對 是我的兄弟 然後為什麼呢 因為我是台北市中中華區 對 全國少數被國民黨報復性罷免的 過去我們的受害者就臨場 對 所以呢 3Q當時被罷免的時候 我們萬華還有民眾 打電話來我服務處問說 請問那個陳柏惟的服務 我為邦家過要怎麼坐車 他們真的看不下去 說一定要去陪他走走街 因為那時候大家看到陳柏惟是暗戶 他是一步一腳印去敲門的那一種去走街 說我要從萬華去幫陳柏惟 因為真的看不下去 對 那講到錯假連署林昌佐受害者 因為我們通通是見證人 是嗎 我說真的 因為當時我們同樣也是 就是被牽連的受害者 因為真的很累 就是議員也才剛選完而已 然後馬上 被林昌佐帶衰 才幫林昌佐補選完 結果又要反罷 然後呢 過來又是那個公投 我們四年每一年都在掃街 每一年掃街期都有兩個月 真的很累 去年選舉就勤勒林昌佐 歡迎幫我了 一定要當榮譽主委 每一場都要出來 真的很累 那這個錯假資料 我們是親眼見證 當時的林昌佐有錯假率高達 百分之三十 三分有一分是錯假的 十分有三分是錯假的 那我告訴大家為什麼會這樣 那是因為國民黨 完全是用地方綁裝 組織動員的去要資料 因為當時中中華區的 罷免的發起者就是鍾小平 我們當地的市議員嘛 也是我這次立委進行的對手 沒錯 那當時鍾小平 怎麼去搜這些資料 我們都很清楚為什麼 因為國民黨的議員跟他關係不好 都會告訴我們 對 說鍾小平的 北部啦 我們節目有必要這麼real嗎 對就是說 他那個資料 都是鍾小平叫他的鍾角 是 就每個人你負責交一百分 你負責交兩百分 對 有擴大的 所以呢 大家手上的那個業績壓力很大 啊怎麼辦 時間到了要交出來啊 都朝黨員名冊 因為不知道做好了什麼地 喔 動作就是要交出來就對了 對 所以大家通通都去搜的資料來源差不多 對 所以會重複的就是剛剛正好講 可能是黨員名冊 或是他們過去基礎的裝腳 他們自己有的名單 要到資料 大家差不多嘛 哪有那麼多裝腳 來了都差不多 然後呢 錯假來的就是這樣 因為那個資料已經太久了 對 就是沒有更新 所以有些早就往生了 通通也都交過來 連檢查附和都沒有 是 因為沒有問過當事人嘛 最嚴重的是說 你要資料沒問題 你沒問過當事人 對 這個是冒名耶 這是偽造耶 對 然後呢 當時我發生最生氣的事情 當時我們還有去陪這受害者出席 就是 他是在我們一個社區裡面 算是說 算是說弱智的女孩 這樣 所以呢 他是被騙的 他根本不是自主意識的要去簽這個聯署 他也簽下去 後來是旁邊長輩看不下去 出來講說 這個實在是太可惡了 對 就是錯假率為什麼這麼高 就是都是用這種 很糟糕的方式來處理的 對連智能障礙的都去騙 對啊真的是很糟糕的方式 當時我們通通都是見證人 這不是電視上面看到 我們是親眼看到 就是這樣來的 所以我覺得現在聽到國民黨 這個在立法院裡面公聽會 或是說這個復婚期講說 什麼這個聯署啊 過去罷免就是因為錯假率太高 過往就有發生聯署造假的狀況 這要值得審視 這樣造假行為 是否容許在我們的國家發聲 就是因為過去在我們的國家國民黨 每三張就有一張要用抄的嘛 每十張有三張要用抄的 高美領的是每四張有三張要用抄的 就是因為國民黨過去 每張都要用抄的 所以他們一想到罷免 只想到要用抄的聯署 但事實上 因為這個月我有去基隆看 上個月六月 我們像我們基隆這些志工 山海拆糧行動志工們 他們是在人家是在路邊擺攤 很辛苦一個一個 有民眾路過的時候 認真的跟他去說明說 我們在這邊為什麼要罷免謝國良 讓人家認真的提出理由 因為我們認為他這些這些這些 不適任 那請你參考一下 如果你也認同的話 只可以幫我們簽名 公民行動是這樣來的嘛 很辛苦耶 不是像國民黨的時候 裝腳交資料 連網生整資料也都交過來 我覺得真的是看了很生氣 然後再來是 現在禮拜四你說就是明天 我們怎麼樣預判 對 我要跟大家講的是 現在國民黨在用這個罷免的法案 說提高連 這一案 完全 等一下我先講 這完全就是擴權法案 這個要強行通過的翻版 再來一次我先講 我們法案不是說 辦一場公立會就要表決 哪有 當年福茂開了十六場二十場耶 對 所以擴權法案 國民黨也說人家有開三場 有開五場 我現在請問這案公立會開幾場 誰說馬上就要表決 但是國民黨現在已經在算票了對不對 對 不然高技術沒幹嘛 人家本來請病假 就現在被國民黨強迫 要下架來上班 然後呢 麥玉珍到底民眾黨這一票 會不會投給國民黨 還是說民眾黨是投廢票 還是不出席 不知道 已經在算票了 為什麼要算票 我先問為什麼公聽會不能再辦 一場夠嗎 大家認為討論夠 我認為討論不夠啊 所以為什麼今天晚上還有公民 要再次來集結立法院 看不下去嗎 而且現在我們的公民意識非常高 大家都很清楚說 立法院照正常的議事程序規則 我們民眾是有這樣子 值得全力的 不是你辦一場公立會 你就可以來表決 民眾想要聽到更多 各方的學者 大家的主張 好好的把資訊公開 討論 你說錯假資料 好 到底錯假資料 過去是怎麼發生 我們把它講清楚嘛 才知道怎麼改 知道怎麼修法啊 所以我說明天 絕對不能進到表決 是 因為我們連充分討論 充分資訊都還沒有 好 非常謝謝佩儀 我們請阿川來到我們電視牆前面 因為重要是這樣 國民黨要不要做 我們下一個來問一下濤哥 因為濤哥畢竟是這個智庫的副執行長 對不對 位高權重 對不對 黃建廷在這邊 林濤在這邊 等一下 讓林濤來表示一下 來表示一下國民黨的意見 可是問題是 剛剛佩儀剛剛講得很氣對不對 我是真心感覺到他很氣 可是問題是這些氣喔 發在誰身上 謝國良身上 欸 謝國良真怕死人喔 第一件事情喔 我看這個幕後 我真的笑死 基隆罷免謝國良最怕豬隊友 國民黨 國民黨大諸侯救援三海關 他直接就說謝國良最大的危機 是仇恨值的來源 而且這個仇恨值來源 恐怕未必只是謝國良 國民黨立願黨團操作選爸爸 罷免門檻提高的修正案 有可能將仇恨值轉移到 謝國良身上 如果這些法案都要在本會級闖關 會激發綠軍之者同仇敵開的仇恨值 這是謝國良無法控制的 需要黨中央去溝通的 欸 謝國良現在太誇承受欸 謝國良這幾天講一件事情 他說他反對罷免 不管是罷免我或罷免誰 他都反對罷免 他說不要罷免同志偉 他根本不想要在這個階段裡頭去惹是生非 所以呢 包括國民黨這樣 國民黨的修法 謝國良就說大家好好想一下啦 可是這個修法跟我沒有關係 你們不要說是為了我修 國民黨智庫就說為了你修了 林涛在現場啊 國民黨國民黨智庫說就是為你修了啊 而且還適用啊 這兩個真好笑 這邊這邊是國民黨智庫說 修法後罷免案即可適用可以救謝國良 謝國良自己就說說什麼呢 他說這個真的不是為我量身訂做 這個修法不適用在我身上 不要為我量身訂做 現在謝國良真的很怕國民黨智庫 真的很怕 怕國民黨智庫在亂講話 現在今天林涛國民黨智庫的副執行長也在現場 等一下他講話會影響謝國良會不會被罷免 所以大家不要轉台 一定要認真聽 不要轉台 不要轉台 而且昨天林涛因為他跟我同臺坐在我隔壁 他講完之後我嚇一跳 因為我直接問林涛說你們為什麼要罷免童子偉 請舉證童子偉怎麼三封點火 那就是說為什麼要罷免他 他到底童子偉做錯什麼事啊 做錯什麼事 你去Google童子偉也沒做錯什麼事啊 那林涛說很簡單 林涛說很簡單 這一次的謝國良罷免就是童子偉在三封點火 背後就是童子偉 林涛說了嘛 第二個 那這一次發起罷免的 發起罷免的有一個人 有一個人呢 他是誰呢 他是這個什麼 發起人是這個姓雙木林的 對對 是同嘴他乾媽乾姊的女兒 今天等一下要讓林涛解釋一下 這個乾媽乾姊的女兒是乾媽的乾姊的女兒 還是乾媽或乾姊或是乾媽 乾姊講錯話是乾媽講錯是乾姊 還是老乾媽 因為昨天為了這個 變那個乾半面老乾媽 因為昨天在網路上 為了這個中間有沒有一個得 大家要吵成一團 大家好我們還原 我們還原 我們還原一下昨天領導怎麼說的 我跟你講 童子偉有一個最大的問題是 在這個謝國良的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的時候 他基本上是三封點火對不對 第一個罷免跟第二個罷免的一個過程中 那個連署發起人 姓雙木林的這位女子 就是童子偉他乾媽乾姊的女兒嗎 童子偉他乾媽乾姊的女兒嗎 好我們現在回回回 沒有的 沒有的 是乾媽乾姊不是乾媽的乾姊的女兒 是乾媽乾姊的女兒 但是乾媽乾姊的女兒 是乾媽的女兒還乾姊的女兒 目前還是不知道 好 講完之後 當然網路上就會想說奇怪 你又叫童子偉什麼官的 這個連署的叫乾乾乾一吃乾 有湯的也有湯的 到底是湯的還是湯的都搞不清楚 然後當然網路上就有人去說 那叫童子偉 那童子偉是誰 他是叫賴清德 宣認爛總統的子子 表子子 那賴清德是誰 他是高景德的乾兒子 高景德是誰 高景德是高議員的爸爸 那高議員是誰 高議員是朱立倫的岳父 所以嚴格講起來 最好這粘粘的你再去一次 就弄了這麼多 嚴格說起來 那發起人是朱立倫 所以有人 朱立倫的岳父的乾弟弟的 表姊子的乾媽的乾姊的女兒 所以講完之後 網路上現在有人在畫族譜 到底是童子偉 在這個族譜的哪一個角落 我跟各位講 現在其實你從謝國良這幾天的態度 就可以看得出來 他心裡在想說 國民黨你得讓麥哥來好不好 你們不要再來 麥哥來 為什麼呢 我跟各位講一個時辰 就七月五號 就是今天已經三號 後天這個公民團體就要交建出去 可是國民黨大動員是在禮拜六 對 就是趙少康不是要帶著 許曉星王洪威他們去嗎 對 就是大趙是會在禮拜六禮拜天去 可是公民團體禮拜五 就把這些文件給送出去 是 那我不是很懂 趙少康那邊禮拜六禮拜天去做什麼 對 而且我們昨天有提到 趙少康要基隆市選委會打電話 給那個連署的人 對 說你有沒有連署 對 你有沒有連署 我再提醒各位 如果這幾天接到說 你有沒有連署 接到電話馬上掛掉 因為你搞不清楚 他通電話誰打 對 那你要說有 說沒有 說不知道說什麼 都不行 是 是 因為你打了 如果掛掉也是心虛 所以想說這幾天 電話鬆 都沒人接 那不然太有意義 因為我不知道趙少康的邏輯是什麼 他連署表上根本沒有電話 趙少康為什麼要基隆市選委會打電話去確認 那一個連署是真的還是假的 對 所以這個其實事實很怪 那結果今天我們在錄影的這個同時 國民黨這個許以珍已經講了 他說我們明天要修改我們的提案 就是要負身份證 就是要負身份證 他想請民眾黨支持他們 對他民眾黨支持 那負身份證門檻要不要提高 也要嘛 又負身份證門檻又提高 那負身份證比較難 還是連署門檻比較難 都很難 負身份證很難 真的啦 負身份證很難 我們昨天有講 負身份證如果以他擺三打 其中我在門口擺三灘 都要罷免謝國良 對 到底哪一個是真的 對有可能詐騙集團混進去 我第一階段 第一階段 大家都可以提吧 我第一階段 我們同時擺三個 你一個我一個 酌冠你一個三個都擺在這裡 然後都交身份證來 你覺得大家會去交嗎 杜秉承留相捷擺一攤 付身份證 寧依倫跟他太太擺一攤 是 那誰啊 那到底是付身份證要付給誰 對 這個門檻很高 對 而且身份證交出去 交影印本出去 現在人都很在乎 這件事情 反而其實比你罷免的當天 跑去投票所 在那個布幕裡頭 蓋的這個動作 其實更難 好 非常謝謝阿川 阿川回到問題上 現在我問林陶 陶哥我坦白講 對我而言都可以 比如要不要罷免同罪 你們只要決定就OK 比如說要不要修選罷法 這個選罷法 要不要適用謝國良 也都可以 就是可不可以 後話大家要辯論 可是大家步調要一致 光是我現在就看到兩個步調不一致 第一個修選罷法 到底要不要適用謝國良 你們智庫說這個 適用 這個實體重就 程序重新 謝國良說買 真的買 跟我沒關係 我就只求對決 要被罷我認了 買 真的買 這第一個矛盾之處 第二個矛盾之處 是要不要罷免同志偉 這也是聯合的喔 對不對 這也不是什麼 1450 謝國良不贊成罷免 同志偉被列反制名單 國民黨中央地方政治雙黃 他說謝國良到現在都沒有正面回應 是否罷免同志偉 但表明謝國良自始之終都不贊成罷免 話外之意連聯合都解讀為 謝國良不罷免同志偉 不贊成罷免同志偉 那第一件事情 你們地方觀眾 到底有沒有要同步 第二件事情 欸 是乾媽還乾姐 還是乾媽的乾姐 還是乾媽的兒子 或是乾姐兒女 到底是誰啊 我本來要稱讚你問的問題 我本來要稱讚你 製作單位比昨天 不會把我這種三分鐘 然後變五六個影音 所以今天我要還原 就是說當然大家可以在民進黨的同溫層 很尷尬 沒有關係嘛 但我必須講就是說 第一階段跟第二階段 這個行動的發言人 確實跟同志偉的關係 比較密切 我們可以把同志偉當成這幕後的影無者 但有些說 你的罷免同志偉的理由 是這樣子 理由的薄弱或理由的強烈 基本上我們也認為 大家去罷免謝國良的理由 不不強烈 很薄弱 那你可以 你可以認為說 我們罷免同志偉的理由 不強烈 很薄弱 我覺得這就是 理由蘇能說他是乾媽的女兒嗎 這就是交給市民決定 因為我不想再陷入乾媽乾姐這件事情 不然等一下製作單位 等一下那個小編小組又把我剪 明天帶老乾媽來發賠罪 沒有關係 這個跟鄭浩吃老乾媽都沒有問題 可是我必須要很持平的講 剛才這幾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 其實在你看智庫這個部分 我要還原 因為這原本是大家在分析 智庫在分析 民進黨的立委 在針對司法官大法官大姐 解釋的499裡面 所給他的一些幕僚的條款 其實他很細的 他不是說 我今天針對這個罷免怎麼樣 我是針對民進黨 所有的立法員提的條款 我們一一去做法律的分析 完了之後 把這個東西給黨團 你說這個智庫是法律見解 法律見解 那代表是政治決定 不是 你們的政治決定是什麼 然後他是給黨團 是不對外的這種參考 但是見解也不太正確 結果後來 沒有這就是很細的 見解不同我可以接受 當然剛才我聽到這個林志杰老師講 程序重新再重優 那沒關係 大家可以去做一些法律的角度 法律見解大家可以討論 那黨團就是某一位我們都認識的好朋友 記者把他寫出來 就好像我們把他認為是謝國良的 史曉光 裝棉袍 沒有不是 國民黨的大哥 第一個不是小光哥寫的 不是小光哥寫的 其他是 志曉哥寫 我講出來 後來小光哥寫 所以你可以基本上可以看出來 如果以現在的節奏來講 確實是沒有辦法使用謝國良的條款 因為這來不及 所以說第一件事 這只是法律見解 你們自顧現在定調 就不要適用謝國良 他目前看起來在實務上 就沒辦法適用謝國良 所以這個法的解釋上 本來就不是為了要解釋這個 謝國良政治問題 好 第二個我必須講 要不要罷同志偉 謝國良到現在都不想罷同志偉 謝同志偉 那剛才補充一個 如果說你說我們怕同志偉的太薄弱 說民進黨在林佑昌在基隆 發起惡意罷免 所以我們要罷免同志偉 那你罷免林真瑜的理由在哪裡 還沒罷免 大家講講而已 沒有有人講 所以我們的意思 我們現在還沒有罷免同志偉 這是一個邏輯的問題 就是說你罷免林真瑜 你要講出現在的理由 你們只是在喊話而已 所以我覺得在這個層次上 現在就是說大家做一個 你是智庫副執行長 好 那我必須要講 他名嘴張藝扇還喊 你跟他比 那我跟你講 我們四方平台守護基隆小組的 召集人是黃建林秘書長 所以不要再給我見風插陣 好不好 我懂了 你說這個決策錯誤說 罷免同志偉是黃建廷 不是啦 我覺得是現在要 現在因為我們還沒有發起罷免同志偉 所以現在就是說 如果說民進黨繼續這樣惡意罷免的話 同志偉當然是一個優先的名單 因為他這個民進黨有很多議員 在那邊擺攤開始做連署 所以同志偉當然是一個標的 所以改了啦 所以同志偉不用緊張了 林道說你目前他們還沒有要罷免你 都是黃建廷亂說 不用再找我們吃兵了啦 他們沒有要罷免你了 都是秘書長黃建廷亂決策 不是啦我點你一下 你就不用擔心嘛 你就出來講說我不會說 我點你一下你就創成這樣 你怎麼這兩天都會胡說八道 然後最後我必須講 最後我必須講 就是說今天 因為明天要討論這個整個許爸法的修正 那我覺得剛才 國民黨態度是什麼 對 我們態度很清楚 我們態度很清楚 就是連署的格式 必須要重研嘛 因為現在是超名測 很多 我跟你講不用跟我講說 都是藍的都是綠的 我跟你講過去的方式 不管藍綠白 好理解連署的方式 對 那門檻呢 門檻其實我們就交而民意 如果今天覺得 你們也要轉彎了 我們要轉彎 其實我從頭到尾這三天 我都是這個講法 不是我說整個國民黨 連署的格式 連三彎 提案上面寫的就是說 這個票數要高於他的 所以徐玉哲要設了 對啊 基本上是因為有高聽會 然後吳佩依為什麼 剛才講到一個很錯誤的地方 為什麼 因為他的邏輯是說 你看 過去連署都是用超 所以你看國民黨 好幾個區域 對不對 親起罷免 讓民眾感覺 每一天都在選舉 這是剛吳佩依講的話 所以我們想要把它修嚴嘛 就是希望把這個連署的表格 用身分證的部分 但我講確定說 你們現在國民黨的罷免門檻 你們真的有討論也不堅持提高 我覺得我們現在罷免門檻不堅持 就是尊重整個高聽會 專家學者的一件 主要就是連署的格式 OKOK 那看起來林濤奇 剛剛在我的節目講大實話 第一個 同志偉 罷免同志偉不堅持嘛 對不對 然後第二個 把罷免 看他的態度 看他的表現 看他的表現 看他表現很兇 那第一個是罷免同志也不堅持嘛 然後門檻也不堅持嘛 對不對 然後呢 選爸爸修正完後 要不要適用謝國良也不堅持 可是志祺老師 剛剛回到你一個非常重要 你一直在強調 你在公協會強調的 罷免理由的正當性 因為你罷免同志 通志根本沒幹嘛 議長能幹嘛 就敲敲槌子嗎 還是選民服務不好 所以你怎麼看 你其實一直在談 罷免是人民的權利 當然可以罷免 所以那個正當性 就是罷免理由要好好寫 對 謝謝鄭浩 其實罷免很重要 是一個人民的參政權 因為人民有投票權 反之他一定也有一個權利 可以監督他選出來的人 有沒有好好反應他的民意嘛 對 所以理論上其實 單一選區的那種 比如說整個選區 只有一個縣市首長的 整個選區只有一個立委的 這種才值得罷免耶 如果我有複數的民意代表的 其實這一個人如果不行 我可能另外一個人 可以為我做 對不對 你從人民民意的反應上來 多的多席次的部分 可能不適合罷免 因為我們可以監督 或者是反應民意的管道更多元 可是單一席次的 像我們整個新竹只有一位 對 那這一位如果一天到晚 省引去做生意 或者是他完全 是這個選民的反應 找不到人 那請問我到底要怎麼辦 我不罷免他 我能幹嘛呢 對不對 所以重點是其實今天 有一些學者提到說 什麼立委不適合罷免 我覺得立委比較適合罷免耶 立委超適的 對 然後民意代表 縣市首長 這種單一的 單一席次的 其實我覺得才是 比較適合罷免的 對 那第二個就是剛剛正浩提到 剛剛我相信那個 Thank you提到 就是理由上面 實在是不應該亂寫 尤其是很多罷免理由 因為一開始 他可能沒有做過一個查證 沒有核實 所以他可能寫說 他很少出現在選區 選民覺得他服務不夠敬業 這種是Kimoji的問題 Kimoji的問題 怎麼可以變成一個是罷免的理由 對 所以理論上我也贊成 在罷免理由上 應該更為具體 比如說他是不是有 公職人員服務法的一些違反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法的違反 是不是有貪污治罪條例 可以獨職或廉政規範 或者是他有明確的提出政見 但是違背他的政見 對 這個狀況 就是你必須要很嚴謹的去處理罷免理由 因為我覺得這才是代表你罷免的正當性 是好 非常謝謝志遠老師分析 跟我們剛剛談很多 比如說這個藍白 要毀線亂政 然後民調一直掉 一直掉 其實這些事 業障都會在什麼時候爆發 其實真的不是罷免 罷免我坦白講 罷免一個業人之外 千千萬萬個業人之外 你不可能把國民黨五十四席全部罷免完 對不對 真的業障會在2026發生 我要問佩儀 狀況是這樣 2026的縣市首長選舉 其實對於整個藍白的不滿會在2026徹底爆發 今天有個大新聞 其實大家都沒注意到 參戰蘇巧惠表態學新北市市長 蘇巧惠今天在這個中午的一個網路節目上 直接講了說 他說什麼呢 他說我很努力的在朝這個方向 讓大家認可我的能力 他問句說 會不會選新北市市長 蘇巧惠說 我很努力的往這個方向走 幾乎等於表態 蘇巧惠就要選 那蘇巧惠要選的話 國民黨當然是以義代勞嘛 對不對 還有李四川 劉鶴 他們家是民眾黨選誰 民眾黨說 民眾黨市黨部主委 陳士軒說 期許跟各政黨一起讓新北更好 民眾黨一定會在基層努力扎根 推出好的市長候選人 那民眾黨能推誰嘛 少吹牛 不要講了還有七八個人可以推 你就推黃國昌一個嘛 黃國昌今天厲害了 林傳媒做了一個叫做 林未來政治領袖調查 調查出的政治領袖 誰的印象最好 最好是賴清德 在陳其邁 在韓國瑜 在柯文哲講話 這些民調 他還問一題 誰最不好對不對 你最不喜歡或不信任正常 第一名是黃國昌耶 你看喔 其實基本上二三四五六 基本上都不會差太多 賴清德十四 柯建民十二 韓國瑜十一 柯文哲十一 就是因為反對黨的人一定會不喜歡 不信任這些人嘛 可是唯一一個叫做黃國昌 他的得票是所有人的兩倍 所以現在民眾黨在新北市的支持度 好感度是三十六 反感是五十三點六 欸 佩儀 黃國昌有可能選嗎 你怎麼看你過去的 再有黃國昌選新北市長 黃國昌到現在還很想選嘛 那黃國昌有可能 這個問題我跟妳講 真的很難回答 因為呢 像我們民進黨黨內有制度嘛 比如說蘇小惠表態要參選 那如果說有其他要來競爭 可能用協調 可能要初選 那如果沒有 那可能只有黨不就提名了 那就是有制度 但是民眾黨會不會推 或說藍白會不會共推黃國昌出來參選 目前看起來那個制度 只有在廁所的時候 就只有在廁所裡面問一下 尿尿都問題明顯 對 因為我完全不知道那個制度是什麼 所以他有沒有可能出來選 真不知道 但是我覺得如果以我們現在來看民調 因為可能國民黨到底這一席 洪孟凱願不願意退 對不對 到時候比民調 這個黃國昌有沒有辦法贏洪孟凱 也是要看民調嘛 那黃國昌現在是遠遠的勝出 是全台灣最不信任不喜歡政治人物的第一名 我覺得啦 除了這一段時間 黃國昌成2月1號 進立法院的表現 我覺得他人設當然是完全大崩壞 是嗎 我現在就希望能夠是比較理性 也比較平和的來講 就是不要去講 我們裡面認識黃國昌最久是你 就是說我不要去講說 過去是我們學域的戰友 背叛等等 這情感因素都撇掉 已經都講完了 情感因素都撇掉 我是說 就一般民眾來講 黃國昌過去的人設 有沒有要公開透明 結果竟然我們四天在裡面 他們擴權法案要強度關山的時候 院會的協商 既然黃國昌說不准我們直播 有一場你們知道嗎 他還不准你們直播 他不是最愛直播了 所以我整個爆炸 我說 過去不是你叫我們這檔銜上 一定要直播的 結果那一天要直播 他說不准直播 這個不用直播 好 人設整個大崩壞 黃國昌不是素人 他有在新北市當過民意代表 他有在戲子 他在當新北市民意代表的時候 就是一個找不到人 不做事不服務的民代 現在好不容易新北人撐到 好不容易有可能 可以換一個新的人生了 結果你們要再來給我一個不做事的市長 指揮直播 新北人是得罪誰 是 所以新北人沒有辦法接受 其實對於新北市來說 對於國民黨或是對民進黨來說 都是必爭之地 可是國民黨要選新北市的人才基金 我真的坦白講 不管是李四川或劉荷蘭 聖或是洪夢海 都是至少拉得出檯面上的人 可是民進黨其實一直對於新北市 希望可以把它拿懷 可是到底是誰來選 坦白講現在這個人選是個問號 蘇巧惠今天中午在接受網路媒體訪問的時候 直接表態他對於新北市長 他會幹嘛 努力朝這個方向 讓大家認可我的能力 我們看一下今天中午的訪問 那你要選新北市長嗎 我很努力在朝這個方向 讓大家認可我的能力 我們一直都說嘛 中央黨部這個直轄市長的人選 是中央黨部做決定 不是任何每一個人說 我要選就OK了 中央黨部一定會派最強的人選出來 沒有問題 但我正在努力朝這個方向前進 如果面對一個聲勢 聲量這麼高的對手的話 你怎麼樣判斷接下來的局勢 你認為他藍跟白之間的合作 或者是 我想我們跟這個委員的話 那其實我也不想比陸戰 也不想比空戰 我覺得我們比的是價值 我覺得我們比的是價值 我覺得其實從政來講 對我而言 從政有一些是一定要守住的東西 就像是價值 那價值的這些東西其實 當然在第一展現在對政黨的認同 上面 你的這個從政之路一路走下去 應該是走得越遠 回頭過去看自己的 看過去的自己 也不應該是面目模糊 甚至是面目可憎 這樣的狀況 可是克文哲說他 十二年來都沒有變 他說黃公昌 那沒關係啊 那就給他們評價 現在他們是同一個政黨了嘛 他們那個黨我是覺得 他們的變就是不變 黃公昌到底是不是一個值得尊敬對手 蔡壁如今天受訪講的很有趣 蔡壁如說民眾黨希望永續走下去 但我對永續的定義 跟目前柯主席身邊的人不一樣 蔡壁如認為永續的定義是要在每個地方好好扎根 而不是像柯主席身邊的人 只追求網路的聲量 蔡壁如說聲量在都會區有用 但除了台北市 基本上連新北市都行不通 他還湊黃國昌 我看到這句話我就特別拿出來 這黃國昌跟蘇小慧的臉書的照片 我隨意覺得 我發現黃國昌很規律 只有鏡頭跟舞台之後你才看得到黃國昌 而蘇小慧委員除了當然這叫鏡頭這叫舞台 可在市場 在市場 在地方在地方看得到蘇小慧 這完全不同人色阿川 蔡壁如因為這兩三年都是台中 他知道連他自己的地名都很多 各位知道在台中那種台中官 海線 很多是不在上網的 像台北這麼年輕人看的是網路的什麼 那很多都看了四台而已 對 像我們這個電視台 當時的地方增加也不一定有 所以他知道一定要深耕基層 可是你看那個黃國昌 我跟你講黃國昌很簡單 你只要跟黃國昌講說記者都走了 他就下班 他就下班 第二個你要叫他騎到台上演講 會不會三千五千一萬人 他沒說 下面如果沒有三千人五千人一萬人 黃國昌不會上台講話 我跟你講我看黃國昌沒有一個 在新北市跑他的照片 不是他這個就是有群眾 然後把他搭好台子 他就當個英雄上來 然後每次講建功都說過去都一樣 蘇小慧不一樣 蘇小慧都記得蔡壁 蔡壁這種就是基杖出身的 可能跟他們爸有關 他們爸也是基杖出身 算出來 他知道蔡市長握到了每一個攤販的手 每一個婆婆媽媽 或者是帶小朋友去的這些人的手 握到才有票 阿川你講到重點 跑拖要握到才有票 到底民進黨能不能在二零二六 把新北市拿回來呢 黃永懷新台拍上線 今晚節目沒有極限 剛剛阿川你講過 黃國昌跟蘇小慧有一個非常大 人格特質的不同 一個只有五台 每光燈他才會出現 另外一個是願意去市場拍照 這個照片可能是他助理拍的 不是電視台拍的 這就天差地了 各位你如果看這個去菜市場 要搶去野市場 要搶去小朋友 要搶去歐巴桑 要搶的時候 這個政治人物的高度 都比這些人低了 對 你搶的時候 你一定是彎下來的 沒有人這樣握的 掃監沒有人這樣握的 然後看到小朋友就要低下來 然後看到那個攤販就會說 阿姐今天這個豬肉一斤多少 最近行李好嗎 對不對 那就是這些打招呼的方式 因為他還有他們爸 他們爸也很嚴格 對 整個訓練出來 對人跟人之間的互動 那種握手的溫度 力道 是不一樣的 你只要看黃國昌跟柯文哲 尤其柯文哲 黃國昌柯文哲 去的菜市場他們怎麼洗 記得說這樣 我跟你講我們之前 我節目有特別剪一段柯文哲 去掃接的 他只在乎有沒有人跟他拍照 他連輔選那個人他都不理的 他就這樣走 他就這樣走 然後有人拍照 他有拍照 他只會拍照而已 即使連這一個跑訓 跟這個攤販握手 跟工夫那些 攝對攤販的旁邊進去 握手 我們經常去把配一批都常常去掃接 也是一樣 那個攤販的那些哥哥姐姐妹 說我手太哥 賣賣賣賣賣 對不對 切豬肉切到一半 你握不握嘛 對 就說那些攤販 他有時候會自己說我手太哥 沒關係 兩隻手握下去 而且握的力道 人家就感受到你的誠意 那蘇巧惠 因為在蘇貞昌的訓練之下 我跟你講 他們那個握手的力道 其實都是不一樣 你看他豬肉攤 他也握 所以但是這件事情 黃國昌做不出來 黃國昌如果去菜市場就對了 他會直播 他說不用握 你幫我按讚 訂閱加分享 你注意看他臉書上面的所有的照片 黃國昌他的高度 永遠都比別人高 對齁 他有比別人低的時候 根本都沒有 高高高 都比別人高 對所以就是這樣 看下去的這種角度 要選舉的人 如果這樣 基本上都沒什麼票 好 非常謝謝這個阿川的分析 但是今天有一個新聞 也讓我覺得非常非常誇張 我們請瑞德哥來到我們的電視牆 狀況是這樣 我昨天晚上其實就發生 可是今天一早徹底發酵 是什麼東西呢 澎湖的漁船 捕漁船 被中國海警船抓走 會不會太誇張 我要講一件事情 因為其實坦白講 這個是案發的地點 確實是在中國的領海 可是過去是有默契 因為金門 澎湖跟中國太近 你用領海根本搞不定 所以過去都在中國的內水 才會發生 驅離的 比如最近遭陸方的 藍竹點就在這邊 而且過去都要趕的 不會抓了 可是這一次直接把 我們台灣的漁船抓走之後 最讓我生氣的事情是 徐巧鑫說什麼 徐巧鑫說 就我徐巧鑫了解 會抓人的原因是 賴清德太台獨了 所以又把他抓走 然後黃國昌說什麼 黃國昌說 陸委會 海委會 你要認真一點啊 你認真一點 他們都不罵中國 海軍人員大聲廣播 要中國海警釋放火國漁船 澎湖及大近滿 88號遭兩艘 中國海警船登檢扣押 船上五名船員跟漁民 被帶往福建圍頭港 大船被登檢的位置 距離大陸近江深附鎮 11.2海里 會在陸方領海內 我們也希望陸方能夠 盡速放船 不要用正式因素 處理這起事件 還原整起事件 2號晚間8點14分 大近滿88號 在金門東北東方 23.7海里捕撈小館 招兩艘中國海警船 強行登檢 這裡是金門限制水域外 17.5海里 在中方領海內 海巡獲爆後 先派出兩艘 後來又加派一艘 共三艘船艦救援 9點14分 距離大近滿88號最近的 海巡181艇 遭三艘中國海警船攔阻 但附近還有四艘海警 形成七海警對三海巡的局面 果方喊話要求釋放漁船 中國卻無回應不干擾 為避免升高衝突 海巡停止頸椎 181艇遭三艘中國海警船攔阻 距離近江暗季5.4海裡 也就是在中方的雲海機線內 2.9海裡 已經可以看到近江暗季的燈光 目前是中國修魚劑 漁船是在對岸公告的海域內捕撈 中國海警局發聲明說 台灣省籍漁船違反修漁規定 在抵託網禁魚區線內違規託網作業 台灣有關船隻試圖干擾我正常執法 福建海警依反予以警告驅離 而陸委會跟行政院都喊話 希望中方釐清事情後 儘快釋放五國人船 確保人員平安 事實上如果有任何問題的話 我們就事論事 就這件事情而言 那麼過去金門 你可以發現金門旁邊 近限制性水域 是我們自己畫的 但過去大家在海峽兩岸 大家有個默契 彼此之間避免執法的時候 產生困擾 可是問題來了 在胡錦濤溫家寶時代OK 但現在習近平幾乎瘋了 尤其是第三任了以後 要做法庭 所以他變成了 他對台灣所以變得非常強硬 他把過去胡錦濤溫家寶 那種統戰溫情攻勢的 那麼國台辦花了幾千億的那些 相關的統戰 全部毀於一旦 對 因為他全部用這種很強勢強勢 他不知道說 台灣人的民族性就是吃軟不吃硬 是 你如果越好 我抱歉 譬如說台南三百肥客租 對不對 不管你三百肥 到多少 一斤我都保證多少錢幫你收購 我跟你講 十年八年下來真的有用喔 可是問題來了 如果你對台灣人 用強硬的 你要跟你怎麼樣 對不對 我台灣人怎麼水骨 水牛 我就跟你打 這是台灣人的民族性 那麼 現在這件事情 昨天晚上傳出來的時候 大家吵一下 為什麼 他上船壓人耶 澎湖的漁船 有人講說澎湖漁船 為什麼叫金門 它是屬於澎湖的漁船 但是他跑到金門的附近去 補魚啦 補小管就對了啦 然後重點來了 一開始大家誤以為說 中國的海警船啊 親猛打 太過可惡 為什麼 既然直接把我們的漁船 上去登檢就算了 還把它強壓回去 對不對 事實上 那麼我們 我一直強調 我們要救食物救世論事 對 過去有什麼海峽中線路 他現在阿公跟你批評 說沒有就沒有了 就是這樣啊 他應該批評說沒有就沒有了 所以他共機共艦一直過來嘛 那我們必須堅持我們自己的底線 底線在什麼地方啊 那這一次是搞了半天 為什麼會有這個澎湖級的漁船呢 在這個地方被人家扣押 當時是 那麼他們在附近作業 應該有幾十艘在作業喔 那幾十艘在作業的時候呢 那麼老共應該他的海警船 是挑選其中一艘 是只要挑軟的吃 他就是葉原汁啦 你知道嗎 他就是葉原汁 然後他就挑這一艘就對了 就來啊 兩艘中共的海警船先來 那馬上就呼救了嘛 無限電的呼救 朝我們這邊來 呼救以後我們海巡署出動 三艘警警要過去 因為那時候到底怎麼回事不知道 過去就對了 過去了以後呢 也有等於一番相關的對峙啦等等 不過平心而論喔 如果你要就事實論事實的話 真的在人家中國的領海面 這是案發地點在中國領海 什麼叫做領海 12海里的叫做領海 那中國就很尷尬為什麼呢 因為所謂領海是國與國才叫領海 對齁 不是同一國嗎 你幹嘛抓我 不是說台灣是他們的一部分 台灣是他們的一部分嗎 問題來了 我就知道 中國一定會說 不是國與國啊 對不對 那柯文哲今天都說 對齁 等一下我一定要抗議 誰抓的 中國海警對不對 沒錯 台獨份子 對 陳借名單 都同一國 根本算這麼領海 不好意思 今天柯文哲應該屬於台獨份子 為什麼 因為他兩國論 他說國家對國家怎麼樣 國家對國家怎麼樣 應該要怎麼樣 你不是承認中華民國跟中華人民 各國是互不利屬的國家嗎 那問題來了 因為那麼今天在這個大概傍晚下午傍晚的時候呢 中國海警有發相關的這個公開在這個微博上面發公開的訊息了 他說抓錯大家都中國人 不是 是因為他們從5月1號開始修魚啦 你知道嗎 他們每一年 什麼叫修魚 就是大魚要生小魚嘛 要讓小魚變大 他環保因素把你帶走 他要降溫了 他說是因為 5月1號開始 從渤海黃海南 一直到東海南海對不對 他們都修魚 我們修魚 你們澎湖的魚船 跑到我們這邊來捕魚 等一下 那瑞德哥你往後退一下 那既然是 中國現在感覺就放人了 是環保因素 他開罰單就可以還了 可是徐小新說 這名湖姓吊客 是處於一個回不來的狀況 因為中國那邊 就徐小新了解的狀況 不放人 不放人的原因主要是 兩岸關係不加一起 賴清德越來越往台獨走 不好意思啊 徐小新了解的事情還真多啊 到底是怎麼樣 徐小新你家那一瓶大 到底住了幾個人啊 誰在住啊 是一個人一隻狗 還是兩個人一隻狗 還是三個人一隻狗 到現在還講不清楚 所以徐小新講的不算數 好 重點來了 那麼中共的海警單位 他們直接發新聞稿 說這個 是因為我們修魚嘛 我們不能捕魚 你跑來捕魚啊 他們怕被舉報台 還有第二點 還有第二點 你們用的漁軍的漁網 太細太密 違反了海事規則 所以目前看起來 環保因素 跟各位講 根據我獨家取得的這個訊息 他們現在這個等於說 相關的澎湖的漁船呢 是在浸江招待所裡面 然後呢 浸江招待所裡面 那澎湖的政治人物已經到了 如果沒有意外的話 也已經跟他們見面了 對 那這件事情到後來 應該就會用划錢的方式 給處理啦 不過政治人物就來了 胡姓釣客 有的不的 你不要忘記 當時胡姓釣客 他還有另外有個身份 他是軍人啊 你知道嗎 所以呢老公 就扣住一個軍人 以後他對軍人 都用這種方式嘛 對 他就扣住了 然後呢 就把他當做一個人質啦 另外黃國昌說 指向陸委會 海委會 應該更積極的賦予對不對 對 我跟你講 我們是應該更積極的賦予 沒有錯 因為要小心 為什麼呢 因為老公當然會更加的 在金門跟馬祖這個地方 這樣子做嘛 對 跟人家找麻煩 金門馬祖不是跟老公最好嗎 對 金門馬祖不跟老公最好 他還是這樣對你們嘛 對 所以金門馬祖跟老公好沒有什麼用嘛 是 不過 黃國昌在講的時候 我們澎湖也給他 海巡署也給他扣了好幾十艘耶 對 對不對 所以呢 大家的遊戲規則就是 在自己的領海裡面 大家按照這個遊戲規則來 不過海巡應該要更加的小心處理 相關的單位 不要讓台灣的漁民吃虧 最後 人家不讓你捕魚 你不要去捕魚 對 不要人家的漁船不捕魚 結果我們台灣自己自投羅網 我覺得這樣所有的漁民都要小心謹慎 非常謝謝瑞德哥分析 可能很多人都在問 到底真的出現領海衝突的時候怎麼辦 伊翔你說 不要放棄 放棄這個美國海軍的新聞告訴我們 很簡單 美國跟菲律賓在演練 用F-35 F-20去炸中國就對了 這是一個交戰守則 是嗎 這個交戰守則寫得很清楚喔 先用英文把這個標題唸一遍 來啦 美國 F-35s joined Philippine Marines and South China Sea live fire drill 我跟大家說 重點是這三個字就是實彈操演 是 那為什麼要實彈操演 跟大家說一下 其實啊 最近他們一直都說 我們半軍演半軍演半軍演 這一定是今年 美國跟菲律賓第二次大規模的軍演了 對不對 那我們沒有針對任何人 但是模擬的對象幾乎都跟中國海軍很像 第一個跟大家說步驟一 我就說交戰守則嘛 交戰 第一個 美軍利用菲律賓海軍和空區的無人機去獲得情報 對 無人機先飛出去看 菲律賓的無人機去探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標定 再來 步驟二 將情報傳遞給附近盤旋的C-13洞運輸機 對 我跟大家說在運輸機上有什麼 有美國的將領 有菲律賓的將領 是 大家都坐在那邊去看說到底有什麼資訊進來了 對 好 資訊進來之後呢 攻擊 那攻擊找誰呢 附近周邊214戰鬥機攻擊中隊的4架F-35B 對 F-35B很重要 F-35B是美國 航空母艦起降 航空母艦起降 是隨之起降的 對 所以隨之起降F-35去轟炸吧 步驟三 F-35戰機前往目標區域進行打擊 目標是 在由空中的F-22執行 為什麼F-22呢 F-22就是空母艦 對 要掩護 因為F-35B起飛的時候不能有太多炸彈 對 那這個的重點是什麼呢 這重點是他們不說嘛 不說 但是是不是針對中國 大家可想而知 因為中國對菲律賓威脅很大 對 甚至連菲律賓最近都講說 我是不是要甩鍋給台灣呢 因為他說什麼 他說其實中國不是對我們 是對台灣 可是這很厲害 是用菲律賓的無人機 協同美國的隱形戰機 所以你說 這是一個協同作戰 一直很重要 這個是菲律賓的將領 這是美軍的將領 真的在協同作戰了 而且不但在協同作戰 大家可以看是精準打擊 因為這次使用的一個影炸彈 Guided Bombs GPU-32 它是直接一個炸彈 就可以摧毀一艘軍艦了 真的假的 所以你看這一艘軍艦中國也是無敵 直接開進來 丟七美 對 丟了七美 你說會不會沉船 當然會沉船嘛